在YouTube是时尚talk 时尚talk和一爸 新加坡一爸 哪个一 是伊朗的一 我们三位都是同样的职业 我们都是理财顾问 新加坡的理财顾问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新加坡的住院医疗险 住院医疗险 今天全都是干货 15个问题 15个问题我们一一来解答 不浪费大家时间 第一个问题 在新加坡看病需要花多少钱 你们知道新加坡看病需要多少钱吗 我自己有住过院一次 然后大概花费在一万多新币以上 我妈妈在2020年做个手术 在新加坡的公立医院做个手术 两个膝盖 双膝盖的置换 置换的手术大概花了五万块钱 在新加坡中央医院 那我本身的客户也有很多去医院的 有的时候住两天医院 花个几千块钱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如果一旦要做一些手术 就花费就不止了 比如我有客户 他打篮球是不小心把脚筋弄断了 在私立医院的价钱也要花到接近五万块钱 仅仅住了几天医院而已 所以新加坡的医疗费用是比较高的 公立医院私立医院的费用也是有差别的 当然公立医院的收费是比较有标准的 就是说大概都是可以就是政府的一个框架之内 他不能超过那个框架 但私立医院呢有更大的自由度 所以在新加坡呢就是说这个住院医疗险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只要有了住院医疗险就可以保证自己的一个医疗费用 万一出现这个医院啊或者意外这种情况发生 我们这个医疗费用可以用这个住院医疗险来报销 对 当然新加坡住院医疗险呢是医保和这个商业保险来相结合 来那请Zoe帮我们介绍一下新加坡的医保和商业的住院医疗险 好的那新加坡终身健保Mediculife呢 是一个全民可以承担的政府推出的一个基本的医疗保险 它可以保障新加坡公民和PR住到政府医院的B2病房或者C级病房 它的报销底线为15万新币 每年15万啊 每年10万新币 是那个它的基本上两个点 一个是它全民的保险 全民每个人都有新加坡公民和PR都有 然后呢可负担的保费确实便宜 而且呢它是对一些已知疾病是不是也可以说保的 但是它并不是每项手术都是百分之百 也可以报销的 那并换需要自己承担deductible和co-insurance 那我自己个人认为呢 购买一份商业保险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我们可以用公积金来支付商业保险里面的一部分保费 如果是新加坡公民和PR 它是有这个基本医保的 公积金这一保 如果外国人呢是直接购买商业保险 比如我们保费1000块钱 如果新加坡公民和PR 可能其中六百七百块钱可以是用公积金来付的 剩下300用自己的现金来付 但是如果是外国人呢 他就要付到这1000块钱现金 那这是住院医疗险 住院医疗险估部名次就是住院和手术可以报销 那他门诊可以报销吗 送给大家给我们讲一讲 在新加坡呢这个住院医疗险呢 它覆盖的是住院前后 比如说半年或者一年的这个门诊的这个花费 也就是说一旦说住院或者手术呢 前后的门诊费呢也是可以报销的 但是呢如果说没有涉及到住院 没有涉及到手术 那么这种正常的这个门诊呢 其实是不可以报销的 大家可能要记住这一点 那可能大家就是不了解的话 住院医疗险究竟保什么 当然顾名思义它保住院和手术 那有些手术呢它归类为日间手术 有些手术需要住院的吧 有些手术小手术 比如照顾肠镜未竞 这在新加坡也算手术 归类为手术 这个能当天就出来了 当天说来的日间手术也是可以报销的 同样像宗磊刚才讲的住院后呢 他前后的这个一些相关疾病的 能诊退也可以报销的 但还有一种情况 是不住院也不手术 但是也是可以报销的 这个属于新加坡的Opation 什么疾病是归类的日间 比如都是比较严重的 一个是起肾肾上病人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如果是万一得了癌症 需要化疗的话 化疗嘛也是不需要住院的 三天去做完就回来了 那化疗的这些费用 也算Opation也是可以包含的 所以我们这么一看 住院医疗险真的是包含非常广泛 只要有一份住院医疗险 在新加坡真的是可以保障到这个大颗的这个医疗费用 开启效果 有人可能会问到 如果说我想保这种普通的门诊 比如说去门诊 头疼发烧啊 想看个病 这个门诊费可以报销吗 其实在这个正常的住院医疗险呢 这个门诊如果说 你所看的比如这个头疼发烧 没有导致这个住院 那么这个门诊就是不可以报销的 当然呢也存在一些比较高端的医疗险量 它可以覆盖这些没有导致住院的这些门诊 当然这个保费呢相对是比较高的 就看你接下来 比如说这一年里面 你可能的这个住院的门诊数量 能不能就是跟你这个保费做对比 看够不够划算 就是可以做个综合的考量了 是这种情况呢 就是说当然选择是很多的 保障也是很多的 这就是一定要找我们做一个个性化的一个规划 看看到底自己需求在哪里 对对对 当然性价比最高的情况下 选择一个保障更好的 当然住院联系保障是非常好的 那么究竟哪一家保险公司 选择哪一家保险公司比较好呢 Zoe呢回答这个问题 好的那我自己的话会从三方面进行考量 那第一方的话就是保费的性价比 对外国人会不会加费 因为每个保险公司它的收费是有差异的 但是保障呢基本上是相同的 那第二个考量呢就是理赔机制 因为有些保险公司呢 它是理赔后会加费 还有一些保险公司是理赔之后 还需要有一个自付额 比如说在第一次索赔之后 那之后的一定期限之内 要自己先付2000块钱的自付额才可以走 每家的产品都有它的特点 每家产品都有它的优势和劣势 我们是独立的理财顾问 所以我们各家都可以帮大家比对一下 选中最适合的那一个 对了还有补充一点呢 第三个考量呢就是合保要求 有一些保险公司呢 它对合保要求是不一样的 有些相对比较严格 有些相对比较宽松 在新加坡呢 如果说你是在学校上读书 或者说在公司做工啊 一般的这个公司或者学校呢 都会为这个学生呢 或者他的这种员工啊 覆盖一个基本的一个团体的医疗险 这种团体医疗险呢 看这个公司的这个买的这个额度啊 但是一般情况下呢 这个额度是比较小的啊 只能覆盖一些基本的一些报销 如果说假如说在新加坡 学校书物院或者手术的话 其实那个报销的额度呢 是远远不足以这个报销 这个医院的这个开支的 还有一个考验 就是有些人可能说 我有这个学校的 或者说是公司的这个团体的保障 我就不需要买这个 个人的商业的这个出现线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在公司的话 很少说我们会在这间公司 会长久的这个工作下去 我们在新加坡跳槽啊 这个工作流动性还是蛮大的 你一旦离开了这间公司 那么你的这个保障就没有了 假如说你离开之后 如果自身呢 有出现一些身体上的疾病啊 或者说有过住院啊 那么再去走保的时候 就可能会面临排除啊 或者说拒保的这样一个风险 还有假如说你在这间公司 可能一直工作到退休 但你总会有 就是说离开这间公司的时候 一旦离开了 那你的这个保障就没有了 一旦说等到你退休的时候 再去投保住院险 那个时候人呢 难免可能会有一些潜在的疾病啊 那种被拒保的风险呢 那是更大的 对对我补充一点 刚才总体提到的就是那个 公司的保险和学校的保险 学校的保险要注意 有些学校是仅仅是学评险 类似的国内的学评险 这种学评险就只保障 孩子在学校发生了意外一种情况 当然多数的公司啊 那个有少数的公司保障是非常好的条件 多数的公司在住院医疗险的保障 是比较一般的啊 尤其学校的保障非常少 当然了就是我们提到保险啊 一定要有提到的费用啊 费用的话 因为住院医疗险啊 它是要持续会涨价的 因为医疗费用在涨价 通过膨胀在涨价 对 所以住院医疗保险是按照那个年龄的区间来涨价 比如每五年会涨一次 30到35 35到40 40到45 这个每个区间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这是它会一定会涨的 而且在这个期间呢 有可能保险公司说会 我增加额外的增加这个费用 因为医疗费用实在是增加的太快了 但政府刚刚这个有宣布啊 两年之内 这个各个保险公司的保费是不增加的 从现在算起两年之内是不增加的 当然这是好事了 但是两年之后呢 那很可能如果这个保费不足以 抵消这个理赔的话 它还会再加价 这是一个每个保险公司都会涨价的啊 还有一层呢 就是刚才Zoe所讲的 有些保险公司会因为理赔之后保费涨价 这是额外的一层加价啊 有的保险公司会这样做 有的保险公司不会这样做 要看它的理赔的这个机制啊 还有一点就是说 那有的人说 那我们其他的保险种实惠也会加价呢 比如一些重极险或是受险啊 这种保险呢 它一般不会加 一般情况还都不会加 因为比如 总得买一个定期受险 总得很年轻 保费很便宜 那这样的话可能保费只有比如说600块一年 嗯 那么它现在买了可以 比如它设定到70岁保障到70岁的话 它每年基本上不加价啊 保险公司基本上都不会加价了 就是600块 对吧 但是住院医疗险不同 你看刚才我举了一个就是重极险和受险 它保额是固定的 比如保个100万 它20年后也是100万 10年后也是100万 所以它保费不需要增加啊 医疗险不一样 医疗险时暴时效 所以它必定会增加的 这个大家一定要切记 我们三位都是身为人父人母啊 都是有小孩的家庭的 那请妈妈来给我们讲一讲 这个新生儿的保险 嗯 好 那我自己本身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从怀孕的时候呢 就给自己购置了怀孕险 先生呢 出生14天之后就可以购买医疗保险 那购买医疗保险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啊 保险公司的条款 因为有些保险公司呢 它对于先天性疾病是有一个等待期的 如果等待期之内发生一些先天性疾病 它是不很保的是吧 对的 嗯 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 嗯 小孩出生以后 就可以诊断出有先天性疾病 这是来不及买保险 在比如在你刚才说 14天以后才能来保险 如果在14天以内发生这种情况 那就很 它现在没保险的随理症不好了 是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其实我们非常建议就是 啊妈妈啊 准妈妈们在孕期期间 就给自己配置一个怀孕保险 怀孕保险 对 那怀孕保险呢 它呢 不光是可以保妈妈 它也可以保证孩子 在出生以后 可以无条件的 啊 购买医疗险 注疾险 当然每个保险有所不同 它就要比较一下 对对对 是 最近呢 有不少就是刚来新加坡工作啊 留学的一些伙伴啊 找到我 他说 我在新加坡可能就是工作啊 或者学习一到两年 我是不是就没有必要买这个住院险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 在接下来的一年两年 真的我们没办法保证说 百分之百不得病啊 百分之百不住医院啊 只要说存在这种万分之一的可能 我们就要为它做足 百分之百的这样一个保障啊 所以说买这个住院险呢还是有必要的 如果说你比较在意这个保费啊 其实我们建议你可以买这个保到公立院的 这样的话一年之内每天呢 只和可能一新币就能得到一个50万一个保额的一个保障 性价比呢还是非常高的 所以说建议这些短期啊 来新加坡读书和工作的朋友呢 也配置啊这个住院险 对啊就是啊 我们这个 嗯 买辆车还给车买多少钱 对吧 保障自己人更需要比车子更重要 嗯 这个一定要保障啊 保障一个大门的这个开销的一个保障 嗯 谁能保障自己不胜利 不出意外 是吧 这是上历史的啊 我来讲一下提前的问题吧 通常呢在新加坡呢就是在购买保险 主要你居住在新加坡 并有合法的准证啊 或者公民批业也更多了 在买住院险和任何保险 都是基本上不需要体检的 保险公司不会要去体检 但是呢 保险公司会有健康问卷 一定要如实填写 填写之后呢 保险公司和保识和通过之后 保识就可以成效了 嗯 但是在有些情况呢是需要体检的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疾病啊 比如说自己有本身有些心血管疾病啊 或者一些高血压 比如解写这些那个血厨的手术啊 各种各样的问题呢 我们在健康的情况下 他问的很详细 回答之后 如果相关的问题 网友公司需要额外的一些 医疗的进去 他可能会需要 同胞人去做一个体检 通常这种体检的话呢 费用是由网友公司来承担的 嗯 那我顺便有个问题啊 就是说 比如说刚来新加坡的一些朋友 他说只需要填一下一个健康问卷 那么如果说我 可能说有一些疾病 但是如果说我都按健康去申报的话 会有什么结果呢 比如说刚来的人 他觉得你只需要填问卷嘛 对吧 我填填都是健康的 嗯 会有什么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 你的意思是说 他本身有一些问题 对对对 嗯 比如吧 这种情况是 大家都会说 来西斋 到公用体检 我就不如是上报了 嗯 但是这会带来一些问题 就是说 呃 网友公司是假定 你前段是健康的时候 假定你身体完全健康的 将来理赔的时候 如果发现 这个不符合事实的话 他肯定是他不预理赔的 嗯 还有就是说呢 有些东西他也是瞒不过呢 比如你做过小手术 有这个伤疤在那 嗯 以后医疗 呃 那个在我们去做这个 呃 理赔的时候啊 嗯 去做 比如以后住院了 在这边做手术 医生呢 会把你的身体型 做个基本的 一个要素的 嗯 那比如他发发这个伤疤 他就会问你 这以前做什么手术 你那个伤疤在那里 你能说没有做过手术吗 嗯 对吧 就会有问题出现 嗯 而我们尽量 要把这个健康论券做完备了 免得后顾之忧 嗯 啊 不过呢 还有一个问题 比如呢 有一些情况是啊 就是经常我们 嗯 中文大部来的 啊 一些家长啊 就是 呃 他们会 会主观地判断自己身体的问题 嗯 比如说我以前有个那个 那个 和华他的家长 呃 旁边来买 然后他就跟 呃 这个 他需要体验 当然超过一个年龄需要体验的 嗯 比如说 五十七八岁以上 六十岁以上 外国人需要 这时候 我们通常在 呃 就 保险 保险的和保治前 他需要 嗯 做了体验 最近有的时候呢 他就会说 哎 我有 嗯 我有高血压 我知道自己自己有高血压 就是心上不舒服 其实还之前没有看过医生 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高血压 他总认为自己高血压 那你跟医生说我高血压 啊 跟医生好像聊天一样 医生就记不下来 保险我一看高血压 最高 或者 排除 你这时候说不清楚了 你怎么说 我没有高血压 其实 有这种情况 大家要特别注意点 就是 如实承报 就是没有发生的事 也不乱说 医生没有判断过 如果你有高血压 你也没有高血压 有的自己就感觉有高血压 对 其实也不一定是这个问题 对 这个要注意 无事上报 那 就是 如果身体已经有已知问题了 当然保险公司会排除 比如排除某个器官的问题 或者甚至是聚保 对 他医疗显然是 核保是最难的一个保险 这样的情况 如果一个人完全被聚保 买不了保险怎么办 所以你回答这个问题 嗯 其实每间保险公司 他的核保要求是不一样的 那有一些核保是比较严格的 那可能会被聚 那有一些呢 可能是可以通过的 也就是我在这间保险公司 同样的情况 可能被聚 另外一间保险公司 可能就可以通过 对对对 是的 如果所有的保险公司都被聚的话 那也可以考虑一些 不需要核保的保险 不需要核保的保险 但他的保费会相对比较贵 对对对 就是主流的保险 一般都是我们跟这个 医保相关的保险 但是不保障 这个抑制疾病 对对 就有可能你健康问题 一般的他就完全聚保 但是有些保险公司 是可以通过的 他这个要各种保险 来归换一些 对对对 那邹理我问你一下 如果我已经备制住院险 还想转去别乡 这样可以吗 这样是可以的 在新加坡有7家住院险的公司 比如说有个人早期签的是其中一家 他觉得可能保了这么多年 他就觉得可能想选择一个 更有性价比的一些保险公司 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千万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要保证 目前没有一些潜在的疾病 或者说没有正在接受的治疗 或者没有已经正在进行的康复 这样的话 是比较容易转的 如果说一旦存在一些疾病 或者现在目前正在治疗 这样的话 这个再转的话会比较麻烦 也不建议这么做 对我补充一点 因为住院医疗险非常重要 它是百分之百续保的 就是我们在一家保险公司 我们发生了一致疾病 那么我们只要每年交保费 它还是可以成保的 这是钟蕾讲的重点 其实就是这样 我们在转保险公司的时候 各种人应该想转保险公司 或者因为性价比率 或者因为理财顾问的问题 想转的话可以的 但是转的过程中 一定要确保自己身体没问题 对对 有的时候时间太长了 就会忘记 对 我什么时候做个检查 什么忘记了 这一定要想清楚 这个还是要特别注意的一点 还有一点就是 一定要申请新的保险 比如你原来在A公司 想转到B公司 B公司先申请 申请通过之后 完全了 以后另外一家可以取消 因为你都可以随时取消的 因为住院险是消费型的 比如你今天交了一年的保费了 你用了三个月 你跟保险公司说一声 剩下的九个月是可以退回来的 对 不用担心保费损失的问题 对 但是足迹 刚才我们说的这些细节 对 对 可以做了一个无缝隙 对 对 是的 因为我刚才说了 就是住院险 它是合保 是所有的保险当中最严格的 因为说实在的 这个住院险 理赔的几率是非常高的 而且这个理赔的费用 一般的保险都有一百万两百万 在理赔顶限 住了一次院 可能相当于好多人交的保费了 对于保险公司这个坏 它盈利确实不容易 基本上每个保险公司 能够打平就不错了 在住院医疗险 所以它合保就特别严格 什么情况是合保通不过呢 有的 大家可能想不到的问题 就会被拒保 比如 已干 假干 有的保险公司完全拒保 不接受了 我没有问题 我这已经康复了 我现在没有问题 这个有没有问题 是医疗报告和保险公司决定 不是我们自己说的 我们觉得没问题 而且我们知道没问题 但保险公司呢 它如果没有看到你 完全康复的记录 或者康复五年以上的记录 它觉得有风险 它就干脆就拒保 它有权利拒保 在你加入之前 它有权利拒保 你一旦加入 序保是有保证的 但是你没加入现在有权序保的 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 我们做的现在体检吧 做的越来越详细 所以说我们体检首度提高了 但是也带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以前看不到的问题 可以检查出来 这是好事 但是如果你没买保险的 还没有上筹保的话 就是个不好的事情 因为发现一个节节 不管是肺部的或者甲状腺的节节 这些很多地方都会出现节节 发现节节之后 可能它只是一个水泡 可能它只是发炎 也可能它就是一个损伤性的节节 那么这个节节不会消枝 但是它也不会带来问题 但这种情况它就会突然 就会核保问题 就会问题 它可能会拒保 也可能会排除这个器官 比如说如果有女性乳腺的节节的话 乳腺的节节 它有可能保险公司 就会排除掉 不光是排除掉乳腺的问题 因为它是女性荷尔蒙的问题造成的 它有可能排除掉 所有女性相关的疾病 那这个范围就大了 对吧 那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 所以还是说 在尽量年轻健康的时候 有危险保险 特别是体检之前 最好性最后保险 不然的话 你不知道体检的结果是什么 对对吧 有一点小问题它会排除的 对 好 Zoe我问你一下 如果说是你的话 在选择住院险的时候 你会选择公立还是选择私立 你的考量是什么 首先我自己选的是一个私立医院的保险 那先解开大家的一个误区 很多人可能会以为 保到私立医院只能去私立医院 不能去公立医院 但其实是保到私立医院的话 你是可以有很多的选择权 你可以去私立医院 也可以去公立医院 所以就是它会给你的选择范围会比较多 所以其实保到私立医院的话 我们的选择是比较多的 然后它的舒适度也是非常好的 个人体验 我自己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那从另外一方面讲的 那私立医院它的保费是比较贵的 是公立医院的一倍 贵一倍这么多 所以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自己的负担能力 如果说预算比较充足的话 可以考虑私立医院 那预算比较有限的话 可以考虑公立医院 公立医院也是不错的 我问你啊 你生小孩的时候 去的是公立医院私立医院 我去的是私立医院 去私立医院 为什么选择私立医院 首先我想要的医生在那 然后我就跟着那个医生 OK 通常现在很多人都选择私立医院 生小孩很重要 但是公立医院也没问题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 生小孩住院医疗险是不能报销的 对的 这个是自己 每个国家都是生小孩自飞 对对对 有很多客户问我 就是说有意外险 意外险便宜吗 比较便宜 那个住院医疗险比较贵 先生来讲 那人们就会问问 我保个意外险就好了嘛 就足够了 那我干嘛选择住院医疗险 是不是我意外险 完全可以替代住院医疗险 宗美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其实意外险和住院险 有个很大的不同 意外险它保障的是一个意外 就是说你所有的是 因意外而造成的 这样的一个费用 才能可以涉及到理赔 你比如说意外扭到脚啊 扭到脖子啊 或者是这个食物中毒啊 等等这些 但是呢 你要记住 并不是说所有的意外造成的 都会导致住院 比如说你扭到脚了 可能到医院也就是给你 做个什么固定啊 什么可能让你回家康复了 但是呢 设计不到住院 那你设计不到住院呢 那么相关的这个 医疗的费用呢 就没有办法保障 那么意外险解决的是这些 因意外治疗而没有住院的 这部分费用 所以说呢 你仅仅投保了这个意外险呢 其实没有办法覆盖 这个全部的这个医疗费用的 还是需要这个住院险 来去来去覆盖 比如说还有一些人啊 他的意外险呢 他说我保到了这个申雇 可以保到50万 甚至100万 那我是不是 就不需要再买这些什么 受险啊 或者定期受险啊 其实不一样的 这个申雇的这个额度呢 仅仅是这个意外造成申雇 比如说正常的这个 其他方面造成的 就没有办法理配了 所以说这个意外险呢 他的限定的条件呢 是非常的苛刻的 只是限制意外而造成的一些 对 是 还有一个我补充一下 就是呃 理赔顶线和保额是不同的啊 我们重极险啊 受险啊 都是保额的概念 对 保额概念就是说 一笔把那个钱赔出来 比如100万就赔100万啊 对对 住院医疗险呢 他保障 比如100万200万的住院医疗费 它是理赔顶线的概念 因为他实际上时暴时休 那不可能因为我住一晚上 愿赔我100万对吧 所以说每家公司的那个 这个住院医疗险 这个理赔顶线是有所不同的 但是那个并不重要 我觉得是任何一家保险公司 它那个额度足够 cover在新加坡的这个私立医院啊 公立医院这个保销额度的啊 没问题 呃 但是如果有的保险公司高一点 有的保险公司低一点 但是那个无所谓 理赔顶线没超过就不可以 而且理赔顶线是这样的 今年是呃 每年的理赔顶线有个顶线 中山都是没有顶线 对 今天呢 我们三位呢 分享了这个新加坡的住院医疗险 那这也是新加坡这个最重要的奥险 而且啊 这个呢 呃 跟这个理财顾问这个经验 是非常息息相关的 因为精元一足在配置方面 在比较方面 在理赔方面的经验是非常关键的啊 可以给你更好的服务 更重要的是我们是独立的理财顾问 我们可以给大家比对方案 可以选择更适合你的方案啊 我们三位呢都是在小红书 youtube都各有各的频道 我的频道是居民谈新 zoy的频道 还有呃 诗诚talk 诗诚talk 啊 在小红书上一霸啊 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们的频道啊 然后呢 也可以联系我们 有任何相关保险的问题 或者理财的问题 都可以咨询我们 嗯 还有今天我们就分析到这啊 今天以后的节目当中 我们会跟大家分析更多的这个理财 和保险的规划 对 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干货的分享 嗯 记得关注我们 哈哈哈 拜拜